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远远流长博大精深 那么老古话说的厨房三不像 睡床三不放是什么意思 今天启歌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厨房三不像是指什么 这第一不像就是不能朝向垃圾堆或者是厕所 有这样的规定相信大家也能明白为什么 一来是垃圾堆和厕所都是污垢聚集的地方 肯定是臭气熏天的味道上就很难闻 而厨房是做饭的地方 要是朝向这两个地方岂不是乱了味道 倒是再再好吃的饭菜也难免穿味 那种味道简直难以言喻 二来就是无论是垃圾存放的地方 还是厕所是细菌病毒最多的地方 厨房若是朝向这样的位置 那迎面一阵风就会连同气味和细菌吹到厨房里来 等到往外端饭菜的时候也肯定会被污染 到时候岂不是影响家人的健康 说到风就引出下一个不能朝向的位置 那便是不能朝向东南方向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不能朝这个方向 这并不是随便规定 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我国位于北半球大部分地区有处于中温带 而地球会进行自转以及围绕着太阳公转 在这一过程中受大气压以及自转的影响 我国在夏季的时候盛行东南风 要是房屋的房屋 尤其是厨房和烟筒的 位置朝向东南方的话 那么就会与风向相冲 烧火做饭产生的油烟自然无法从烟筒排除 反而会因为气压等原因导致烟雾难以散去 甚至会倒流回厨房 同理第三个不能朝向的就是西北方向 原因也是盛行风向的变化 到了冬天的时候 西北地区的寒流将会大幅度南下 从海面吹来的盛行东南风难以与致抗衡 这导致我国冬天的时候 盛行的风向多以西北风为主 所以当面临这样的气候和自然规律的时候 我们只能从自身进行改变 以寻求更加舒适和美好的生活 说完了厨房 我们再来看看卧室 我们卧室这种所占面积最大的肯定是睡觉用的床 而床的摆放也同样有着很多的讲究和注意事项 并不是说随自己的心意 想怎么摆就怎么摆 首先不能摆放的就是与门口相对的位置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一开门导致 屋外的气流直接吹到睡窗上 如果自己在上面睡觉 有人进来的话 岂不是这股气流都吹到自己身上 这样很容易受风感冒 若是窗户也打开 那就极有可能形成对流 到时候很容易引起其他的风寒疾病 再就是睡床对着门口的话太没有隐私了 别人一打开门就看见很多的东西 要是不喜欢穿睡衣睡觉的话 难免会影响自己的睡眠质量 若是外人来的家里很可能泄露自己的隐私 所以从安全和自身保护的 角度问题上看也不能对着门口 其次就是不能紧挨着厕所 主要是纸和厕所只有一墙之隔 现在的房屋装修讲究更多的是 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室内的面积 如何方便自己的生活 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很多人会进行不合理的结构布局安排 尤其是那些房屋面积不大的家庭 他们会把卧室和厕所紧挨着 这样方便自己晚上上厕所 也是也方便洗漱 若是把厕所单独设立在一个 房间反而会浪费一些使用面积 这是现在装修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可是这里要注意 不管怎样节省和利用空间 厕所都不能挨着床 否则会留下很多的隐患 总不能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吧 要知道厕所是污垢最多的地方 细菌多湿气重 要是和睡床只有一墙之隔 那么早晚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健康 要么湿气透过墙壁容易生长霉菌 要么细菌泛滥成灾 蔓延到卧室的地面 甚至会影响整个卧室的环境 可想而知 我们的床怎么可能会好 最后就是不能放在房梁下面 这样要求其实是和古代房屋 建造方式以及所用的材料有关 古代很多的房屋都是木石为原料 可没有现在的钢筋混凝土 而屋顶通常都是采用一根根的粗木支撑 但是这样的木材很贵 也就只有大户人家 或者是有一定的积蓄的百姓用得起 对于贫困的人们来说 他们很可能住的是茅草屋 房梁都是别人用剩下的 有的根本不结实 随时都有可能锻炼 因此睡床自然不能放在下房梁下面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这要是出点什么意外 岂不是后悔莫及 不得不说老祖宗留下来的 这句俗语还是很有道理的 虽然乍一看有点荒唐 好像是骗人的 但是回归生活 结合实际发现这些都是古人 在日常生活中总结的经验道理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子孙后代建设更好的生活 避免走一些弯路 可能其中的很多理念 在如今已经不适用了 毕竟现在的高楼平地起 也有很多先进的科技设备 去改变人们的生活 降低周围环境 对我们居家环境的影响 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要摒弃 古人流传下来的很多智慧结晶 其中依旧有着一定的现实价值 这对我们来说还需要注意和学习的 虽然说有些俗语不可不信 但是也不能完全相信 有些观点 有些思想并不是正确的 其中不乏存在旧社会的腐朽迷信认知 有的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甄别 从中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在社会发展中 变革旧的俗语和文化 这样才能塑造正确的价值观 也才能引导后人 去开创更好的中华文明 请不吝点赞订阅